哈囉YouTube 我是Key斯丁 這一次又要來吃我最喜歡的牛排啦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美芙牛排館 要來吃他們最經典招牌的 乾式熟成牛排 從21天到300天甚至以上都有 那他們這邊的乾式熟成牛排呢 就是由台灣的乾式熟成教父 陳崇光一手打造的 所以今天也相當興奮可以吃到他的好手藝 因為我之前在做乾式熟成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就常常讀到他的名字 今天就要來吃吃看 跟我去看看吧 走 走進美芙牛排館我相信不論任何人 都會被眼前巨大的乾式熟成式吸引目光 裡頭擺滿了可能上百條正在進行乾式熟成的牛排 叮咕、肋眼 每一塊都是讓喜愛熟成的朋友眼睛閃閃發光的那種色澤 熟成式除了牛排還吊掛著鴨肉 我在入座之前就已經滿心期待 美芙是在台灣非常知名的肉商 從世界各地進口相當高水準的肉品 主廚陳成光則是台灣最具權威性的乾式熟成大師 從21天熟成做到如今能夠熟成超過380天的牛排 這都多虧了他對於熟成式的專業規劃以及源頭掌控能力 沙拉送上來的瞬間我就感到很興奮 羽衣甘藍是我在美國旅行時最喜歡的一種蔬菜 但在台灣並不常吃到 吃下沙拉的第一口那個檸檬油醋風味 就讓我感覺自己回到美國的紐約 看著這份煎到完美 外脆3分熟的北海道干貝 讓我回想到了拉斯維加斯地獄廚房的招牌干貝 吃下去之後凸顯但不詳細的松露風味 讓整份海鮮更有味道 大蝦很香很柔軟 在這份沙拉當中扮演了稱職的配角 果然來這邊就是要享受高水準的肉類海鮮啊 能夠在牛排館吃到經典的法式陳情湯 真是一大享受 有別於一般濃醇風味的鮮奶油類湯品 送上來就可以聞到香氣逼人的老母雞風味 把松露加進蛋白當中 讓這份雞高湯在鮮味之上再添鮮味 單純使用蛋白而不是全蛋 則是可以讓整份湯品維持清爽 第一口吃下這份14天乾脆熟成羊排的時候 我感受到了我以往對於羊排的認知全被打散掉 就像是我這輩子吃過所有羊肉濃縮在一起 羊肉鮮味是超過100%的濃郁 但卻不會有難受的騷味 同時肉質又像是在吃了非裂牛排 香淋著骨頭的筋膜也被高溫烤到非常酥脆 只想讓我不停的一啃再啃 這份21天熟成的鴨胸肉 一樣是處理到太完美了 均勻的5分熟鴨胸 配著煎到一咬就斷的脆皮 濃郁的鴨油脂風味在嘴巴裡就像是在開一場蓋茲比等級的盛會 濃濃的風味久久無法散去 而且我驚訝的是 所有的味道都來自於肉本身 除了鹽巴連醬汁都沒有用 美孚牛排館目前給我的感受就是 毫不保留的提供最優質高級的肉品給顧客 其他的部分像是配菜麵包都退居二線 把大大的舞台都讓給了排餐 重頭戲200天乾式熟成牛排送上來時 我就被那驚人的4.5公分厚度嚇了一大跳 在我真正把肉放進口中之後 前面的驚訝根本就像是小兒科 這份有著上蓋跟樂眼的200天熟成牛排 每一口都有著完全不同的風味 樂眼本身味道是非常非常濃郁的牛排肉香 被烤到入口即化的肥肉部位 帶著極為豐富的堅果香 而老饕上蓋肉吃下去 韻味深韻的紅酒香味直接從肉中噴出 這種味道不吃過是不能夠體會 它的複雜性是多麼驚人 我在今天過後就有一種再也回不去了的感覺 因為這塊牛排已然超出我以前的任何經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炸到金黃酥脆的薯條 我認為炸的非常剛好 馬鈴薯的香味也很夠 絕對是搭配牛排的完美配菜 主廚特別招待的利用乾式熟成的牛大骨熬製的川味牛肉麵 第一口湯喝下去時被豐富的八角花椒香氣給嚇到 湯頭很濃郁 鮮美 原本以為我吃飽了 但是喝了湯似乎又開胃了 湯頭當中有一種鮮甜的味道 原來是加了秘密武器牛油啊 才會讓湯頭本身這麼順口 一旦開喝了就停不下來 牛肉本身我當下咬下去時以為就是稍有嚼勁的滷牛肉 但多咬幾口之後就發現肉味層次感開始出來 越嚼越香會有一種捨不得吞下去的感受 非常奇妙 來美孚就是要吃肉 不論你愛牛羊鴨 絕對都可以在這邊體驗到以往不同的食肉體驗 一頓飽餐之後的甜點是歐洲風格的邦巴甜甜圈 有一種像是小小貝捏餅的感覺 另外還有焦糖鳳梨配椰子冰淇淋的經典搭配 冰淇淋搭配溫暖的鳳梨 口感有脆有棉花我很愛 椰子冰淇淋當中還刨了檸檬皮 增加酸度跟清爽的風味 因此有了雪碧冰淇淋之名 吃完所有餐點之後說真的肚子已經秤到不行 最令人驚艷的莫過於200天的乾式熟成牛排 一般過路客吃到的牛排都是28天左右的乾式熟成 超過100天還得直接貼標籤認揚預定才吃得到 眼前這份200天的乾式熟成樂眼想吃到自然是極難 一克28盎司就得要價大約6480元才能吃到 我知道我知道這個價格相當可觀 如果預算上暫時無法也可以試試我的威士忌熟成牛排 雖然很明顯跟這份200天牛排相差甚遠 但不妨試試一同感受熟成牛排的滋味 如果來美芙用餐剛好遇到了竹竹陳崇光 他一定也會很樂意跟你大聊特聊乾式熟成的秘訣 這次在美芙牛排館飽餐一頓之後 真的是對牛排重新有了新的想像 這一次機會難得讓我們邀請到了台灣乾式熟成牛排界的教父陳崇光主廚 來跟我們聊關於乾式熟成的事情 自己也會去詢問他一些關於乾式熟成牛排的製作方式 然後還有我之前自己在家裡面做冰箱熟成到底行不行啊 主廚會怎麼樣看待我這個在家裡土炮冰箱熟成的人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知道了 我是K斯丁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要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你有沒有吃過像200天乾式熟成牛排這麼猛的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